第五季爸爸去哪儿第八期 村长一上来就让老婆们奖励一下各自的老公 接下来就是疯狂撒狗粮的时间 不过无尊的老婆因为一开始没有出现 而后来见面的时候 不少网友也觉得两人的互动有点少 好像不太亲密 虽然一家四口最终还是在节目里团聚了 但无尊和自己太太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少 他们的焦点都是在两个孩子身上 尤其是当Max见到妈妈之后 都不怎么搭理爸爸了 于是无尊只能抱着Nine 而另一边自己太太抱着Max 还有一个细节 当时无尊在做饭的时候 让老婆帮忙切算 等老婆把算切好之后 无尊就在他旁边 为什么他还让Nine去问爸爸算够不够 对此有一些网友就评论道 我觉得两个人好像不太亲密 为什么隔那么近 问算够不够还要女儿传打样 不能在屏幕面前表现亲密吗 温柔贤惠的太太 我想粉丝早就接受了吧 不过 在节目里无尊提到过自己和太太过去的事情 当时是在澳洲读书 然后都是自己做饭 而太太当时就是帮自己切算 那么久过去了 两个人还能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 而虽然无尊和太太在13年才正式宣布结婚 但两人已经在一起超过了20年 所以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对于他们来说 在节目里的状态也许就是平时的状态 不用那么亲密 反而才有家的感觉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